欢迎收听《伊妃独步天下》,我是季云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,就到平衡去来找我吧。 第854集 季家的事在萧九安的强势干预,在王府轻卫的帮助下,衙门很快就破案了。 这案子并不难破,季妇人对自己掌控的季家十分自信,几乎没有做任何的掩饰,官差很快就在她的房间找到了毒药。经验证,正是季大人中的毒。 除此之外,也有季家的下人指证,自季大人病后一直都是由季妇人亲自照顾,从不假他人之手。除了季妇人外,没有人能接近季大人。 季妇人最初不承认,当人证物证确凿后,季妇人就是不认罪也不行。 不过,京都府尹虽然将案子查清了,却不敢就这么判下去了。 皇上发了话,将这个案子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最好能拿出季大人物食与药相割的食物引起中毒的证据最好。 总之,就是要撇清所有人的干系,保住季家。 再倒打萧九安和纪云开一耙,暗指这两人故弄玄虚,大惊小怪,居心不良。 京都府尹很想就这么判,但是,不管是查证据还是查犯人,都是燕北王府的人一手操办的。 第一手证据也在燕北王的手上,他真要这么判了,燕北王要是不甘愿,就算皇上保他,他这官也不用做了,甚至一家子老小都要被人戳几两骨。 这事怎么办呀? 皇上的话不能不听,但事情又这么明显,主动全部在他手上,他听皇上的话也办不了呀。 京都府尹实在没有办法,忐忑地上门去求见燕北王,想看看燕北王这里有没有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的打算。 肖九安倒是给面子见了,但他刚带出那么一点意思,肖九安就果断表示要严惩凶手,绝不姑息。 严惩凶手? 京都府尹满脑子都是这四个字,连怎么走出燕北王府的都不知道了。 燕北王这里说不通,京都府尹只能去求见皇上,小心翼翼地将燕北王的意思说完, 结果皇上不等他说完,就砸了一个燕台过来。 本来京都府尹是可以躲掉的,或者微微侧身避开要害,但他却没有躲,甚至故意露出要害。 砰的一声,燕台砸在京都府尹的太阳穴旁,血瞬间就飙了出来,京都府尹痛叫一声便晕了过去。 在昏迷前,京都府尹只有满满的解脱感。 太好了,季家的难题丢开了。 皇上当时吓懵了,他不是第一次拿燕台砸官员,但这却是第一次砸得这么重。 太医,太医! 皇上连忙叫来太医,太医诊断暗叫不好。 皇上,郭大人伤了要害,怕是要不好了。 幸亏皇上手上的力道不够,这要力道够,皇上这一砸,郭大人立刻就会没了气息。 要是传出皇上砸死大臣,皇上肯定要被文武大臣弹劾死。 皇上自知理亏,当即黑着脸下令,要太医一定要救好郭大人。 太医惶恐地应试,连忙把郭大人抬了下去。 没有意外,第二天就有文官弹劾皇上,身为帝王,臣子犯了错可以依法审理,动手砸人算什么事。 更不用说,郭大人并没有犯错,皇上不高兴就拿东西砸大臣,实在是太任性,像小孩子一样,完全没有异国国君的风度。 当然,文官们没有把话说得这么死,只说皇上年轻气盛,遇事还需冷静,多思考,听听旁人劝才是。 皇上气得欧血不说,还要安排人接替郭大人。 放在以前,京都府尹绝对是一个肥差,一个手握十全的肥差,多的是官员为这个位置打得头破血流,但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敢接。 纪家的事,皇上摆明了要与燕北王打擂台,这个时候谁接了京都府尹这个差事,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第二个郭大人,他们是蠢了才会把自己放在火上烤。 皇上在早朝上提出此事,让大臣们推荐合适的人选,满以为文官们会积极响应,不想整个大殿鸦雀无声,各派势力都不吭声。 他们倒是想要陷害对方,但就怕这个时候蹦出来陷害对方不成,反而坑了自己。 大臣们不推举,皇上也不生气,他直接点了与他不对付派系的官员,那官员在大殿上高高兴兴地应了,转天就上了一道丁优的折子。 原来,那官员的继母一直病重,但被官员用贵重的药材吊着,生怕他死了要叮忧。 现在皇上给指了个烫手的差事,他继母也该功成身退了。 官场上这种手段多得是,继云开听到萧九安说的这些事,在感慨人为了权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后,也为皇帝拘一把同情的泪。 先皇给皇上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底子,只要皇上老实地按先皇给他定的路走,就算收不回燕北的权力,也能将四位上将的兵权握在手上,也能将满朝大臣掌握在手中。 偏偏皇上作死,一开始就推翻了先皇的决定,率先对付萧九安,又把他这个准皇后给废了。 他能理解皇上对萧九安出手的原因,不外乎是想着自己继位没有多久,想要拿此事立威罢了。 按皇上的计划,要是他真能拿下燕北,确实能立威,甚至不需要他再出手,四大上将就会乖乖上交兵权,满朝大臣也不敢再对皇上指手画脚。 然而,皇上没有认清他与萧九安的差距就贸然出手,最终跌得鼻青严肿,不说手中的权力大大缩水,就是帝王威严都快保不住了。 纪家的事,还有多久能了解? 纪云开听完朝廷的八卦,问了一句,最近这两天他都快烦死了。 先前纪家欺负他的时候,纪氏族人一个个装聋作哑,假装什么都不知道,现在纪家的丑事被爆了出来,就一个个蹦出来,拿祖老的身份压他,逼他将此事压下,简直是不知所谓。 就这两天,除了纪夫人,其他人都无事。 这是萧九安比较遗憾的事,云大少还是有脑子的,在这件事情上他宅得很干净,人证物证都对他极有利,而纪夫人也有所顾忌,并不敢将云大少拖下水。 至于原因,萧九安也知道,左右不就是他当年那些事。 无所谓,有纪夫人这么一个杀夫的女儿,云家的女儿别想再进宫。 纪兰和纪宁在京城也没有出路,纪大人要为纪宁好,只有离开京城。 说他心思手软也好,说他假圣母也好,他从来没有想过对纪家赶尽杀绝,只要他们能不爱着他就行了。 哎呀,本集又结束了,我们下集再见咯。